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The Long Dark 漫漫長夜 昨天我們遇到了 遇到了我覺得是遊戲的Bug吧 為什麼暴風雪會有狼撲出來咬我 以前從來沒遇過的啊 暴風雪你為什麼不躲在狼窩裡就好了 好啦不管了啦今天我們要 我外面還在暴風雪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把狀態養好82% 82%欸反正有沒有暴風雪都會有狼出來 我已經坐吃山空了 我坐吃山空了 然後我先減量好了讓我的東西少一點 嗯藥品把一些藥品放進去好了這個太多了吧 怎麼會多成這樣 太誇張了 這個要肚子痛多少次才吃得完 不知道欸 不知道欸 身上帶10顆就很多了 這個要受傷幾百遍才吃得完 不知道 放一半進去好不好 這一罐 喔這兩罐拿著啦 還有什麼可以更輕的 欸 欸 30公斤以下囉 嗯 我身上沒有吃的了 只剩一罐汽水 呃 好 可以 還可以 我們先 睡一下 恢復一點體力 那個說不定就沒有暴風雪了 睡一下說不定暴風雪就過了 我們就度過今天 我們今天就往神秘湖跑 好不好 欸 可以起床了可以起床了 該起床了 好起床喔 好起床了 那個睡過之後會口乾舌燥 我們把飲料都拿出來 兩杯飲料 這個水也帶著好了 我身上好像沒有水了嘛對不對 想不到我在這邊 也把這邊的水喝完欸 好了不起喔 我覺得這應該算是 很驚人的成就欸 那個 我記得觀眾有跟我講說 我的那個 那個什麼 嗯 破碎公路那張地圖 我都走在山上沒有去外面的小島 所以外面有一個小島我可能沒有看到 嗯 好 嗯 好 那個 我們先回神秘湖 把神秘湖的景點 全部都看完一遍之後 我們再來找 找那些 剩餘沒有發現的東西好不好 就是發現那些失落的景點 那我先把這些 欸這個放不進去了 我本來想說 把這些東西放進去 可是我不是要縫嗎 啊我剛剛不應該睡覺的齁 我應該縫縫補補 我錯了我錯了 要縫這個啊 行動 要縫縫補補 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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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還有什麼要補 吐皮 鹿皮靴 行動補一下 又要補好久了 一小時半修補 那樣我今天 哪有時間在外面走路啊 好啦啦啦補完了補完了補完了 抓緊時間往外跑好不好 把這個收起來收起來了 全部轉移 沒有那個沒有肉 沒關係 滿地都是肉好不好 喔 酒池漏鱗 狼都在隨處跑 所以就是 到處都有狼 到處都有肉 所以就像肉的森林一樣 酒池 這裡沒有酒啦 所以酒池我沒有辦法形容了 好不好 嗯 嗯哼 走走走 是要沿著公路一直走嘛 我記得 在對面的山坡上 對面的山坡上才是回家的道路 噢很遠耶 欸蠻遠的耶 我們直接這樣走過去會不會比較快 哦那一隻是鹿 從這邊直直線這樣切過去 會不會比較快 不知道耶 我們走嘛 走就知道會不會比較快了 這些冰棚我應該都看過了吧 沒有被發現的齁 也不知道哪一個冰棚有漏的啊 我也不知道 之前其實很難很難確定耶 那個 知道的人 就可以截圖貼在我的粉絲團 我的粉絲團叫做 嗨 秋風的粉絲團 就不是秋風的粉絲團 我需要講解這麼多嗎 總之就這樣子好不好 在每一個影片的下面 也可以看到我粉絲團的網址 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多看一下說明 最近還有那個真文活動 有沒有 Lelong Dark真文活動 如果你 對某一集特別有興趣 你可以把那一集的敘述寫起來 那 可以去投稿 我會把那個 名字 那個不是 就是你投稿的名字 如果有入選的話 我就會直接打在說明欄說 欸 這個 影片內容是 某某觀眾某某烏帕 熱心提供 欸 我就把你的名字打上去囉 我講了這麼多廢話 怎麼才走到這裡而已 哇 近距離觀賞 這個火炬 火炬 這個火炬也不能砍 嗯 好不好 你們可以提供一下 就說一下說 欸 秋風這一集在幹什麼 秋風一開始補了什麼 鹿皮靴 鹿皮靴 兔皮手套 然後開始往神秘湖走 然後中途發生了什麼事情 發現了什麼景點 都可以在那個敘述裡面講 這個走得上去嗎 欸 可以走得上去耶 太好了 走在這上面感覺還蠻舒服的 哪裡舒服 一點都不舒服 超級不平穩 好啦 那個 有空就可以投稿 那投稿網址在哪裡 在 我附在下面的說明欄好了 不然就 去我的粉絲團看一下 粉絲團是什麼 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 我不需要再講一遍吧 前面有狼 前面有狼 我有肉吃了 我要割一點嗎 還是避開它 不要打哦 其實我也沒這麼喜歡打 你這麼愛打 我還不愛打了耶 之前說 在這張地圖看到什麼狼都把他打死 可是我已經打了這麼多輪了 應該不用再打了吧 我已經去完 蒼涼腳回來了哦 現在的秋風已經不是當時的秋風了 好不好 沒有這麼深仇大恨了 我們的那個 一笑敏恩仇 哼哼 好了 敏恩仇了 我們走 白癡哦 一笑敏恩仇 好啦 我們跑一下啦 跑一下啦 這裡是不是可以上山了 回去的路應該在這附近吧 我上一次好像也有走到過 那裡我從來沒有走嘛 對不對 那裡有連接道路 不是新的 新的或舊的連接道路 還有觀眾很可愛 就是 我上一次去那個破碎公路啊 有出現一段英文字 他還說他還去Google 他還說他有特別去Google 說那個叫做舊的連接 就是 就是我已經到過舊的地點 類似這種東西啊 就是地圖跟地圖的 連接地圖 舊的連接 這樣解釋大概應該懂 所以很快就會有 這一 這輛車我沒翻過嗎 前面的引擎帶沒開耶 哇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前面的引擎蓋竟然沒翻開 還是被暴風雪吹到合起來的 欸這裡 我真的沒翻過耶 哇新景點新景點 發現一個 不明的車子 可是 可是 可是這裡 進去沒有增加那個耶 沒有說發現新的地方耶 哇 針線盒耶 我最近的針線盒也用的蠻兇的 上鎖沒關係 我翹棒隨時都在戴在身上的 帽子 還有嗎 欸 能量棒 太好了 你知道我沒東西吃 給我一根能量棒 知道我沒東西吃 我使用能量棒 吃完 喝水 先飽飽飽 所有的能量 都存在我的體內 這是最好的狀況 遠行最好就是這樣子 把能量都積存在體內 不需要帶一堆食物 在那個山上走來走去 浪費 這個才是最棒的 我記得我是在這邊的 這邊的那個 這邊有一頭熊嗎 它的肉 還在嗎 啊算了啦 都出去這麼多天了 怎麼還會期待它的肉還在這 我是不是要上山了 從那邊走上山 這裡感覺不像是爬 爬山的路對不對 感覺不是路 我們要走這些不是路的路嗎 走在路上好像比較容易發現景點耶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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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不能這麼想了 因為大馬路我都走過了 所以現在要走不是路的路 更有可能發現 發現新的事物 不是路的路 像這個感覺就 很很像路 往上走啦 應該是在這上面 我們要去下一張地圖 快出來 下一個地點 我好久沒有看到我 久違的聖光了 哇 爬到高峰了 遠眺下這裡 遠眺下這裡 今天難得天氣很好耶 暴風雪過後 十分的寧靜 和平 大家野生動物有出來覓食嗎 我也不曉得 我總之覺得剛剛的視野很好 讓我身心都開闊許多 欸那裡有一個小木屋 欸前面有路 我現在應該沒有想要殺 殺路吧 哦 我想起來這個小木屋了 就是我每一次走到這附近的時候 都會被狼撲 讓我很緊張 有沒有 讓我十分緊張 等一下拿出火把 現在 現在很緊張 趕快點燃 我每次走到這裡都快死了 就有一頭狼撲出來 大家不是要記得嗎 我三 兩次 沒有三次啊 兩次差點死在這個角落 現在 現在還好 兩次死在這個小屋 沒有啦 快要了 那時候大概都剩 三四十趴吧 比起一趴來講 當然 一趴更驚險啊 再說一個額外的話題好了 因為現在有開放那個真文啊 就是 幫秋風寫一寫 欸欸欸有沒有 有沒有在鋪了 在鋪了 他們在鋪了 欸 鋪到了 鋪到了 就說這裡很危險嘛 來來來來來來來 好不好 我來割個鹿皮 嘿 喔唷 等一下我是不是應該拿弓箭 有些人就叫我說 秋風你要拿弓箭 這樣射比較 比較好 欸 他帶著我的箭跑了 射弓箭比較好 我也沒有要殺死他嘛 我主要是要鹿皮而已 欸那隻弓箭被他帶走了 卡在他的眼窩上 喔 好啦 熄滅了啦 熄滅中 動住2% 把他的鹿皮割下來 內臟也割下來 帶著跑 需要50分鐘拆解 陽光還有很久 還有一陣子 我會不會拆完他就來咬我 也沒有 好險 那一把箭真的不見了 欸早知道就不要拆了 我覺得 拆完之後 那個天氣就不好了 就開始起風了 剛是不是有聽到嗚嗚的聲音 我要準備發煙筒 你看射一個 射那個箭出去 箭就消失了 被狼帶走了 欸前面有一隻狼了 這裡能點火把嗎 風太大不行 所以我們要跟他拼了 跟你拼了 哇 這麼遠就被打死了 你身上有沒有我的箭 有嗎 狼屍體 我 我割一公斤的肉好了啦 我不 割一公斤的肉8分鐘 8分鐘而已割 8分鐘應該不會天氣不會變很大 我現在竟然要割肉耶 我們繼續往山上走好不好 這個逆風 又登山 走的特別慢 不跑感覺沒在動了 現在負重又過重 新鮮的肉 新鮮的肉吃下去一定會中毒嘛 我們已經實驗過了 我不想再實驗了 這個才28%而已 嗯 一公斤的肉打火棒 箭頭 好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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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以後沒有箭的時候再拿箭頭來好不好 想不到啊 一射就被那個狼帶走了 看來槍還是比較強的 槍那個準心真的很好瞄耶 我現在有多少發子彈 我現在有46發子彈 應該不用再射箭了吧 欸 又來了 又來了 等一下 又來了 等一下 抹 這個沒打到 ект jul 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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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狼太多了吧 啊 我的衣服都被咀爆了 又60%了 五十幾 好不容易修好的 啊~~ 啊~~ 又在嘆息了 秋風的嘆息 啊~~ 這裡的太多了啦 剛剛沒打到 狼太多了 難怪一到這邊都快死 等一下再有狼就要點發煙筒了 我們今天 看能不能走到 卡特水壩 好久沒聽到這個名字了 呃~~ 叹息啊 這裡 繼續往前嘛對不對 繼續往前就有卡特水壩 啊~~ 現在只剩49% 又累了 欸~~ 那裡就是我離開的地方 這條路真的 狼太多了啦 遊戲做壞掉了啦 我已經殺了兩隻狼 我以為沒事了 可惡我的裝備 而且風一直吹 我哥哥鹿皮 就拼命吹了 那個 最難這個模式啊 我們叫什麼模式 我一直忘記了 狩獵者模式 是不是 他那個不怕沒有狼皮 因為狼會一直撲過來 怕的是沒有鹿皮 比較缺鹿皮 那那個其他模式呢 會 因為不會有狼一直撲過來嘛 譬如說你選最簡單的模式 那個動物看到你都會跑 所以那個狼就變得非常難打 就要匍匐去追狼 有沒有 那個 我覺得難度 對我們這種老手而言 說不定簡單的難度 反而 反而活到後面會 因為每一東西吃而死 會不會 因為我們 這種 這個最困難的難度 根本就不用擔心 沒食物吃嘛 因為狼會自己撲過來 只要把狼打死就好了 這樣說有沒有道理 好了不管啊 我要離開冰海公路了 終於啊 在走之前 還被撲了一下 我幾乎快要達成 天天被狼撲的成就了 天天有狼撲倒我 難而可貴的成就 我精疲力竭了 等一下會不會走路搖晃一下 就從那個 看到這個橋上面 疊下去啊 疊下去這個系列就結束囉 疊下去 系列就結束囉 山溝 有瀑布 這裡 有風耶 風會不會影響我 這真的可以走嗎 感覺好危險喔 我們要走在這上面喔 這是走什麼 欸 你不要發出那種奇怪的聲音 咕嗚的聲音 我現在走著膽戰心驚欸 喔唷喔唷 你發出那什麼奇怪的聲音啊 咕咕咕的 我現在走著膽戰心驚欸 好了好了好了現在應該安全一點了 這一條不會垮吧 那個 德惠克上升 那個衰神來臨 整條橋就垮了 應該不會這樣子吧 我現在走在上面其實 不太敢往下看 還是看一下好了 喔唷 有巨高症的人站在這裡 應該現在開始頭昏眼花了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頭昏眼花 欣賞一下美景 那個有巨高症的每一個人都跟他說 你不要看腳下就好 不要看腳下就好 有用就不叫巨高症嗎 對不對 不要看腳下就好 對不對有用就不叫巨高症啦 有巨高症就是因為會怕嘛 看不看腳下 根本就不是這回事 我又聽到咕咕不聲了 好了走過來了走過來了走過來了 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 沒事了沒事了 我們要趁著 那個夜那個夜晚來臨之前 走回我們的神秘湖 這裡都沒有什麼新東西是不是 這個是什麼喔這個是鐵軌 所以走這一段就是為了看瀑布 走在那個恐怖的橋上 讓我們嚇一下 這個連接還做很長欸 因為其他地圖好像 沒什麼連接欸 你看從歡樂谷到灰浪山 爬一條繩子就過去了 根本就沒有這種連接地圖 那天晚上不太遠 我們...我們應該 走得回...走得到那個吧 卡特水吧 所以他剛才念了一段話 他應該還有時間 這裡是什麼山洞嗎 喔還蠻漂亮的欸 雖然看得不是很清楚 點個火把讓大家看一下好了 點一下 點起來 有沒有 有沒有 靜靜的雪飄下來 在岩石縫隙中 有這種... 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這裡應該是道路崩塌啦 而且我覺得 我又跟接近地表了 又是匍匐前進 這裡沒...沒有什麼東西嗎 沒有欸 欸真的是連接地圖欸 連資源都沒有欸 起碼樹上種一些莓果啊 雖然有莓果我也不會拿啦 嗯...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走過這個山洞 蠻無聊的 欸狼來喔 不是狼 我不要狼 那個... 來點東西喔 要走下去看看嗎 這裡可以走下去嗎 不行 走下去一定會死 這裡應該沒有景點吧 就是單純的連接地圖是不是 我們... 我們點著火把在這邊走 這個橋感覺就比剛剛那個安全很多了 剛剛那個橋難怪會倒 那種橋每...只有... 只有什麼 美國西部片才會看到那種橋吧 已經年代久遠了欸 或是... 玩具總動員 第三集吧 第三集的開頭有那種橋而已 嗯...而且那還是幻想的 呃...總之... 總之我們走過來了啦 講這麼多這個 今天這個是橘色的欸 我應該把火把洗掉 讓大家看一下 橘色 這個橘色 不是橘色啊 綠色欸 每一天的夜晚好像... 就是露夜的那種 氣氛好像都不太一樣 有橘色 有綠色 有紫色 有紫色 有藍色 有紫色 人們就是七彩的天空欸 這裡的美術做得太棒了 他們會因為那個... 氣候的影響 然後會有... 不一樣的變化 我覺得... 還是要把火把點起來欸 不然我什麼都看不見 欸... 這裡是不是有東西 這裡 點一下好了 點起來 那個...我的油燈快要... 快要...快要... 快要點完了 其實我有帶兩個油燈在身上 點完一個還有一個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都沒有景點名字出現喔 這起碼也是一張不小的地圖耶 沒有很小吧 我以為走到這邊應該會有 那個...呃... 暫時卸貨站之類的名稱之類的 都沒有耶 什麼都沒寫 也沒有說發現新地點 通通都沒有 因為不是新地點 所以沒有寫這些 然後什麼資源也沒有 也沒有狼 好寧靜的一張地圖喔 什麼都沒寫 火把...火把用完了啦 丟掉 點油燈啊 點起來 真的什麼都沒寫啊 異常空虛的地圖 只聽到淡淡的水聲 就是遠方有那種殘殘流水聲 在遠方 就那個瀑布的聲音一直傳過來而已 什麼都沒看到 也沒有狼撲過來 欸...水聲越來越近了 這聽...聽久了會以為是火車聲 你們知不知道 就感覺有火車... 噗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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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我們 這裡... 這裡... 這裡貪方了 過不去了欸 這裡有廢金屬 還有什麼... 金屬盒裡面有什麼 野戰口糧 這裡過不去欸 欸... 這要怎麼過去 要走山路嗎 這裡有山路可以走 這要怎麼過去 走不回去嗎 嗯... 欸... 還是要睡飽才能過去 要睡一下嗎 欸... 走不回去欸 這裡... 走下去應該會摔死吧 喔咦... 欸... 那裡有一條斷掉的木頭是不是 結果這裡走不回去我... 搞笑喔 如果這邊走不回去 我們就要再繞到... 歡樂谷 然後再從歡樂谷回來欸 這太麻煩了 太遠了吧 我現在筋疲力竭我真的不能走了 沒有道路...我現在看不太到欸 怎麼辦 我現在這邊睡一覺 睡過今天再說好不好 隨便找一個地方睡 好好好...現在這邊睡 我們今天竟然要打地鋪欸 好慘喔 活得有點委屈 嗯... 隨便睡在地上啦 應該不會冷吧 兩度 如果...鋪熊皮睡袋 就更多度了 我們今天就睡在室外欸 隨隨便便睡在室外 熊皮睡袋加8.8度 睡...睡5小時好不好 休息 嗯... 不會在漫漫長夜中一覺不行吧 如果沒有暴風雪是不用擔心這個問題的 欸...67%了 副3度 副3度竟然在這邊睡覺欸 感覺很好笑 副3度在野外睡覺 吃野戰口糧 這個野戰口糧26% 應該不會中毒吧 吃完了吃完了 繼續喝水 啾啾啾 喝完水繼續睡 這個有8.7度 其實蠻...蠻保暖的欸 我一口氣睡過今天好不好 休息 這個8.7度 這邊應該沒這麼冷 不會在漫漫長夜中一覺不行 欸...沒問題 睡過今晚 我們過了 今天又過了 我等一下再看那個 到底有沒有路可以走過去 好不好 明天再說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在這段时间 緊張 之類 另一段時間 嗯... 如果你承認